预估这笔建案将会推出4G解决方案 因此才会受到复笔式的青睐上榜 成为台湾IC产业的标杆 长虹建设上半年在内湖商办建案的贡献之下 税后存益冲上了46亿元 EPS有18.73稳居营建获利亡 法人认为长虹目前还有一笔要完工代销的 个案持续挹注营收 预估这笔建案如果能够在年底完销的话 全年EPS会有机会上开20块钱 感谢收看再会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获利方程式 节目现场预祝大家周末愉快 不论您是不是台股投资者 或者是在今天之前你空手的 面对于今天盘事格局的一个变化 当昨天盗权公益指数大跌225点 就算是空手观望的人 在今天加权指数收盘以上涨37点作收 投资朋友你都会觉得今天盘事格局 非常漂亮非常精彩 关于后续盘事格局我认为 下个礼拜大概稍微震荡一下 就会继续再做一个向上取高了 三天之内还会有另外一根 白脸以上中场红K 好那一定要掌握机会 想办法把这一根中场红赚起来 好不好 在昨天早上开 今天早上开盘之前 我相信常常很多人睡不起的 看到盗权公益指数一开盘没多久 就以大跌200多点 中场是以收跌225点作收 为什么跌呢 昨天包含了失业率的状况 来美国的这个劳工部公布 出自申领失业就金的人数 减少1.5万人到32万人 那这个是从2007年来 7年以来最低的一个数据 显示美国经济真的是在好转了 那第二个物价连三个月上涨 另外一个是美国有一个指数叫NAHB 这是房屋建商的信息指数也创下了整个波段以来的一个新高 那大家担心QE可能加速退场的状况之下 所以昨天道雄公益指数一口气大跌了225点 那投资朋友在今天早上你看盘的时间 你看到这个盘市格局 还没开盘之前 你一定会认为大盘今天嗨啊 我想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开始 在下午这4点钟的节目 看刘老师的节目之前 一定是有一点点想要抱着看好戏的心态 想看看刘老师昨天全市场唯一跟你预告 三天之内必定见到白点以上中长红 今天想要看刘老师的笑话 投资朋友不要这样子啦 我知道大概也只有少数投资朋友会这样想 可是刘老师没有必要永远是多头总司令 如果未来有一天我们真的必须反手放空 我也会带着你做空啊 可是为什么刘老师昨天告诉你说 我坚持这里不应该放空 你先要把这一根白点中长红赚起来呢 好 类似像今天早盘 我们看到台子期货回测到今天早上7800点的低点 那我还是请我的会员朋友在8点5月4分 就直接挂7830点买进流仓 因为五浪加KD背离 7800今天早上的低点嘛 破了7802 对不起这一点是打错了喔 指标破低未破低 那不是成立而刘老师的获利方程是 红海价破低 指标未破低会从70块喷出大涨到79块 联发科313指标未破低会喷出大涨到360块 红达电142未破低会喷出大涨两根涨停板 友达指标未破低会喷出两根涨停板价差 富邦金37块钱 指标未破低会喷出两根涨停板价差 那你今天早上台子期货要做什么交易动作勒 好 不容易刘老师昨天还公开遇到 可是上天弄人 你看到道琼工业指数大跌225点 你绝对没有这种信心 没有这种勇气去做布局的 可是投资朋友刘老师昨天不就已经跟他报告 我说我已经看到至少四个理由 你这边五个理由一定要在这里 认为7850点有强烈支撑 好 为什么 这个是昨天我们在解盘的时间点 跟大家讲到啰 这是8月15号 早上也是开低之后向上走高 收盘来到7861点 好 为什么 7900点以下强称八法3D加1D K线多头拇指5浪加KD背离 好 而且第三代八法叫做右空盘 三天之内会见到白点中长虹 你一定要先把这根白点长虹赚起来 对不对 好 我们晚上的节目还有重播 可是你看到今天早上 道琼工业指数大跌225点 可是我昨天已经告诉大家 现货部分7850 就是非常强烈的支撑 而且早盘 我说只会金融去交代指标的一个低点 好 你看到美国股市收盘ADR 仅仅小跌0.37 它这个细品跟日月光还小涨 友达的ADR还上涨1.42% 我们讲到半导体IC设计家 红海APPLE不动如山未来会是向上喷出的主身段 APPLE昨天还仅仅小跌0.12点 你会不会跟着刘老师在今天早上看到讯号的时间点 昨天预告第三代开盘八法的右空盘 三日币见百点中长红 先把这根长红串起来 今天台子期货呢 就开盘交代7800点的低点 中场收盘在7916 我们买进的位置大概是在7910点 好 那由于台子期货今天收盘已经站上8月7号 那个八个交易日前W底左肩 好 这个缺口的高点 我认为后续维持 我跟大家报告外资17000口空单向上的一个态势 应该是可以做确认了 那由于 第九个交易日是这根黑K 下个礼拜 RSV的扣底值会急速跳低到这根缺口以下 好 导播我们take一下这一块 那所以RSV下个礼拜会呈现一个波段 而且助长的力道会非常非常强烈 好 那因此我个人认为是说 这个盘式格局 既然已经看到这么强烈的一个 波段转折的一个讯号 那连续测试7850点 好 一次 两次 三次 同时第三代八把的悠空盘 也落后确认了这个百点中长红了 那既然连续测试7850点是事不过三 我认为 态势机会已经站上8月7号起嘎点 这个盘式格局 由Apple加IC设计顶盘嘎空一波到顶的态势 应该已经非常确认了 所以投资朋友 那如果你已经错过前面这一波行情的投资朋友 三年之内还会有主身段 分时组身段的另外一根百点以上中长红 好 希望大家度过一个好好愉快的一个周末 好 如果是我的会员朋友 我们还是会针对这些股票积极的偏多布局 好 那一切交给刘老师的讯息 来带领大家做一个操作 好不好 至于在美股方面 我们刚刚已经讲到 最主要是数据太漂亮 好 那我标四九的地方 好 刚好是一万五千六百五十八点 八个交易日子之前新高 好 所以从下个 从今天晚上开始连续九个交易日子 指标连续向下扣低 那KD值也已经来到17以下了 RSV连扣9低 今天晚间美国大概先谈再说 然后小幅度的震荡的时候 未来在技术面呈现一个波段集团的助长 美国股市还有再创新高的一个机会 好 所以同志朋友 在昨天这我们盘视格局 这么恐慌的过程里面 我知道 我昨天1点钟的时刻 有一位我以前在台大念书的同学 现阶段在当投信的基金操盘手 打电话给我 她说因为他们投信的经理人 从来不看技术面的啦 他不懂得开盘法法什么叫做3D加1D 什么叫做5Lang加KD贝离 那什么叫做多头蒙子勋 他们都听不懂 那看到昨天道琼工业指数大跌 他也真的辗转难眠 因为道琼工业指数 只要破了类似加权指数这条上升轨道 那在周KD死亡交叉 这一跌下去是另外一波2611点的行情 大家都很担心 不只是您担心而已 好 消息是 往前数5个礼拜 好 导播我们take一下这一块 12345刚好是这根K线转折高 678 刚好是7663的一个转折低点 距离8439 这个礼拜刚好是第13个礼拜 我认为三重周线变盘转折 交代变盘转折低 那是不是在一个三浪上来 在一个三浪压缩之后 末端喷出 第五波主升段向上喷出 或者是这一波直接的向上走高 早涨完涨 这个盘式格局 还是要涨 这样的问题而已 好 不过这位朋友问我说 那关于后续这盘式格局 我到底怎么看 我也知道他听不懂 技术面的一个形态 到底怎么操作 好 我就跟他讲说 呃 你的这个问题如果以我回答 好 我知道不能用技术面回答 我就直接回答说 好 你就是 现在你是不是赌 联准会会看错这一波升息的动作 好 除非你赌联准会 这一次升息的动作是看错了 好 我只知道前面联准会 三次升息的决策 后面道琼工业指数 都是喷出3000点主升段大涨 好 除非你认为联准会看说 国际股市 美国股市的基本面跟不上来 否则 那这里你应该是布局一个千点 向上一个主升段做多 好 果然今天加全指数 就看到一个非常强烈支撑多头的讯号了 好 昨天我还告诉我的会员朋友说 好 投资朋友 那我知道大家担心 可是我们是不是告诉大家 这个是昨天8月15号收盘 好的盘后稿 我告诉我会员朋友说 下跌64点 可是已经成立五浪加KD背离 7850点就是这一个7850 非常强烈的一个支撑了 而且开盘八法的第三代八法 右空盘 它的条件是量缩加一点低 加其后逆加差 三天之内会看到百点中长虹 好 那投资朋友 这个盘事格局 好 刘老师 不只是告诉我的会员朋友 我今天 我昨天 测标完完全全一模一样 那你掌握到了 想办法积极布局的机会吗 好 如果您错过了 刘老师昨天公开赠送给大家的 好 你就当作延后再送给大家的 情恩节礼物 那不要气馁 不要担心 好 那我只知道 如果你按照我的指令讯席做进出 这两个礼拜入会的每一位投资朋友 好 掌听板已经赚四五根掌听板以上 好 你错过了8月8号 正是送给大家白脸藏红 昨天赠送给大家白脸藏红的投资朋友 无所谓 下个礼拜 很可能四不过三 就是最后一次机会了 好 我怕这根藏红拉起来 你就会脱离第一档区的起掌点 那由刘老师来指令 有我的指令 你才能够在 类似今天道琼工业指数大跌225点 你还是有信心在第一个时间 切入这一波的行情 好不好 好 下面让我们回来的时间 刘老师就借用着我 我说 投资朋友 不论你做什么样的股票 我说只要有获利方程式 好 你就能稳稳渐渐的 当五浪加KD背离破端马逊出现了 如果是我的会员朋友 真正有按照我的指令 我给你的股票 你都是重压一档股票 百万元进场布局 你已经赚进14万 汇费早就已经全部回来了 好 那因此如果 投资朋友你的问题是在宏达店的人 那刘老师说 投资朋友洪达店是绝对有希望赚回来的 好 不过你一定要有买卖讯号 来回做加插操作 好不好 尤其是接下来小劳伯到你2年 好 帮洪达店做代言 那这是全球知名度绝对有机会打开 开始切入了中低款的智慧型手机 切入中国 好 这个是从2010年到2012年 有一个市场大幅度成长2.5倍 这是中国的中低接的一个智慧型手机 洪达店的策略开始进入正确的一个状况之下 好 我认为洪达店未来是绝对有机会的 不过洪达店的机会你一定要顺势操作 好 那刘老师补充一句话 接下来洪达店在8月份 你一定要多空来回双向操作 好 而且要紧紧的去掌握 接下来8月份洪达店做多的机会 9月份洪达店的行情还会有变化 不要忘了刘老师跟大家报告 142指标最低 不是这一波的低点 好 我点到为止了 好吧 那洪达店细合播到底怎么看 以及我们即将要布局的 集党全新的股票在哪咧 休息两分钟之后 廖老师去帮他解析 我们看到很清楚 我们当时去投资林口 全世界机场边的城市发展 都是那个当地增值弧度最大的 林口第一好宅 国家一好远 林口的未来是指日可待的 最及时的股市讯息 最专业的投资分析 最顶尖的股市民师 都在固德投顾新版网站 及手机APP 关键字搜寻固德一投顾 第一手资讯尽在固德 免费服务热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投资是门专业的事业 也是门良心的事业 顾德投顾 都有期货 股票 双振兆 是您投资获利的最佳伙伴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专业的投顾 顾德投顾 用心 用心 还是用心 是顾德投顾给会员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 才能为会员创造最大的财富 免费资料索取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顾 顾德投顾 森田药妆高纯度玻尿酸面膜 森田药妆 爸爸 二派清理窗 专业复文师倒快 徐秘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5倍 有了额排气密窗 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 在家里打鼓也是代用 森田药妆高纯度玻尿酸面膜 森田药妆 好 那我们现场 除了鸿海在这里全面的进行一个强称 Apple这一波已经守稳这个景线 三个交易日 非常确定的接下来一个季度 你手上绝对不能够缺少鸿海供应链这个股票 苹果供应链的相关类似组型的股票 刘老师一定会帮大家密切做追踪 比如说我们昨天也额外帮他追踪一段股票 这叫2409的友达 好 那刘老师说 这个形态你要注意颈线站稳之后 未来就有机会走架空一波到底 好 因为 友达 那是全新的苹果相关供应链的概念股 好 今年也确定亏转赢了 结果来今天呢 友达在逆势取出一个短波高 好 我今天还是请我的会员朋友 做一个积极布局一个满进喔 好 这个景线已经确认站上了 好 量价都取出个短波段的新高 好 所以这个补量向上的话 就有机会再做一个向上取高的动作 好 可是 投资朋友 那刘老师会这样跟大家讲说 你看我的电视节目 我们的股票不会太多 如果是我的会员朋友 我们核心追踪的股票 绝对不会超过十档 而且也绝对不是十档全部买满 我甚至于有一个群组 只做一档股票叫做宏达电 我单单是熟悉一档股票 靠着一档 宏达电尊重获利方程式的买卖讯 可以额外一年里面 赚成两张的宏达电 赚成三张的宏达电 同志朋友我认为假设这十档核心追踪的名单 你都不熟悉 更何况你要照顾这十档二十档 每天一个新的题材新的标的 卢老师在市场里面 我在市场里面 我带会员朋友 不是为了收集各种市场上面热门的题材 而在买股票的 我们是为了要想办法跟帮会员朋友 掌握到获利方程式 稳健的赚钱 才去把这些股票的买卖讯息掌握好 好 同志朋友 就以友达为例 一档股本将近千亿元的股票 如果你可以在2月18号 开盘这根红K码 出在这个时间点到叫做5月21号 廖老师是在这个位置点 这个新春开红盘的时候 送给大家的其中两档红包股的一档 这是2月初的一个时刻点 2月18号 请你布局5浪加KT背离 就算是千亿元和股本的股票 照样会喷出2到3个以上涨停板 在这个时候 当天现买现喷出涨停板 到2月23号的时候 还喷出了第三根涨停板 创压波乱性高 廖老师说这两股票呢 一直要到5浪加KT背离 什么时刻点 5月21号 5月21号在哪里你知道吗 这是3481的群创 5月21号刚好是群创 創下20.95波段最高点的位置点 如果出现5浪加KT背离的波段卖讯 群创要卖 宏达店要卖 友达要卖 你可以便宜四成把股票接回来 买回来之后 今天友达又創下短波段新高 投资票 所以刘老师不认为 我们一定要类似 我觉得台股真的委屈了3年5年了啦 每个月 每一个礼拜要经受 外资在台子期货 赚台子期货钱 放空的时候 然后就被这一批外资对冲基金的一个图音做狙击 好 这一次是嘎外资空单一波到顶的行情 最后一次的机会 希望同志朋友你一定不要错过 好吧 同样的 这个是2498的宏达店 好 5浪加KT背离要卖哦 因为你卖在280块钱以上 你可以买在140块钱哦 你是不是一张宏达店变成2张宏达店 好 整到杀到142块钱的时候 请你把所有基本多单 好基本的持股买回来 甚至于加码10张到加码到5张了 好 功高到160块钱的时候 短波卖掉之后提醒你说 先赚2根掌停板 可是昨天我跟大家报告说什么 好 所有结构都是空方 对不对 投资朋友今天大盘做出这么亮眼的表现 你有没有发现 宏达店没有涨哦 好 而且 我画三角形的地方 我画九的地方 连续5个交易日会向上扣高 接下来 5个交易日宏达店的压力还是非常大 好 除非看到我们出手的讯息 除非我认为止稳 我才会想办法帮你接回来 好 可是未来的空间 至少还有2根以上掌停板的价差 好 但是到底能够谈多久 刘老师保留 我要看一步做一步 好 但是 我提醒大家 你要把握8月份的机会 还有一次机会 10块钱10块钱的价差 你好好的去做掌握 好不好 好 但是如果是空手的投资朋友 我认为 像鸿海 另外一次赚10倍定存的机会 好 只要突破这个形态就来了 从这个低点到这里 10张已经赚50万了 可是如果是我的会员朋友 我们会这里30万先获利了结一趟 这里赚40万再获利了结一趟 除非它突破才会确认组成段 等突破我们未来再买回来 可是一笔基本持股报到现在 你还要50万元的价差 刘老师会额望帮你 赚出70万元的价差出来 好不好 好 好 那接下来新进会员朋友 董事朋友 您知道吗 如果你手上有这一张 好 这个是Apple相关供应链 干年股的一个会诊表 7月份加8年报的会诊 来包含台郡 顺达 红准 真顶 郁金光 正达 盛华 光耀科 雅光 星浦 建汉 正薇 TPK 大力光 台虹 雅信 可乘 文帽 鸿海 有达 好 那你可以看到这张股票呢 毛利率 盈益率都是在两位数以上 而且7月份的合并营收一口气跳到66.29年增率一口气拉高的过程里面 好 今天6269的台郡创下了整个波段以来 还原前息之后的波段新高 好 梁老师把它还原前息之后呢 你可以看到说 好 已经创下了整个还原前息的波段新高 还前之前实际我们的成本是布局大概95块 好 现在指标是新高 价位也是新高 这一步行情涨势绝对还没有结束 而且台郡的营收上半年跟下半年比值是3.7 营收一口气等于下半年要报充2倍 量也出来了价也出来了 那如果你能够在7月8号这个位置点 台郡出现了3周的转折低变盘 5周的转折低变盘 4周的转折低变盘 4周的转折低变盘 确定突破位置点 进场做一个布局的动作 投资朋友 那千万元你已经赚了 近将近是300万元一个价差了 好不好 那如果我是空手的投资朋友 投资朋友你知道吗 这张表格里面 早期已经20多档的涨停板了 好 那我不能够每一档股票 都帮投资朋友做最终吗 这些股票 有很多股票 今天类似台郡一样 都冲到不乱行高 那既然台郡已经走上去 跟台郡相关供应链股票 绝对会强势做一个表态的动作 它的一个形态的激起 都还会是 相对强势的 未来都还很有空间 好不好 那因此呢 想要跟着刘老师 把握这一波 行情的投资朋友 今天刘老师 还是会非常回馈大家 有感的专案内容 好不好 那关于刘老师所谓的 苹果精英班详情跟内容 而且我只限三个名额 这一个内容 专案 详情到底是如何 直接掐寻刘老师的服务人员 祝大家投资顺利 我们下周再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各别有家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免费服务热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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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主人的空中花园 男主人的亭